隨著死亡島漸漸進入尾聲 又是時候分享一些新聞 今天想說一下到底我們現實世界 會不會真的可以出現死亡島的樣子 說真的 好像死亡島有些病毒爆發 令人變成喪屍 機會比較小 但類似的事件可能在不經不覺之間 已經在現實中出現了 我們來看看去年的新聞 在美國去年發生了一間案件 有一個31歲的黑人叫尤金 他有濫藥和暴力前科 他懷疑他吃了一件喪屍肉鹽的毒品 這個毒品會怎樣呢 我看看他的案件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示範當日下午 全身赤裸的尤金 吸了東西 在街上走 突然走向在橋底裡睡覺的老叔漢 拉他出來 強行脫褲子 老叔漢亂踢反抗 但是尤金就按住他 打了他幾拳之後 之後竟然就開始吃他的臉 哇 這個恐怖的場面 當時路人見到的時候 即時報警 警員到場 想阻止尤金 但是他不理 一於小理 繼續在這裡吃他的臉 於是警方就迫於無奈 就向尤金射了六槍 才可以將他擊斃 當時尤金還是發出野獸般的咆哮 這個老叔漢被他咬到鼻子、眼睛和嘴子都爛了 嘩 聽到真的恐怖 這個 所謂的 喪屍肉炎 這個毒品竟然可以令到一個正常的人 變成一個這樣的模樣 還要警方連開六槍 你想想六槍才能打死尤金 你說得不得人害怕 好 講完美國去年的新聞 到底我們附近 我們香港 我們附近的社區 會不會都會出現一個類似的事件呢 我們又可以看看去年 這個11月的新聞 這樣說 青年當家咬 女圖人頸 拳打保安 而伏喪屍肉炎 好 現在的新聞 這樣說 事發是晚上10點多 19歲的姓黃青年 在葵姓偉的信德聯誼總會 李小基中學附近 走來走去 當時 學校裏面有個保安員 看到她的刑職可疑 上前查問 喂 你在做什麼 兩個人就口角了 然後這個青年突然發爛 就打了她一拳 打了保安一拳 打上她的嘴巴 然後就朝葵姓西村方向 逃走 然後這個青年 走到那條村 第九座對開的時候 突然情緒激動 撲向一個二十歲的女子 然後捏著她 令她動彈不得 然後竟然狂咬她的頸 女事主被她咬到頸部流血 拼命掙扎不果 受驚之下大聲呼叫 途人就幫忙報警 警方到場就把她制服 據了解 這個青年 犯案的時候 神情愛濟 行為又乖異 懷疑她神情服食毒品 懷疑她服食毒品 什麼毒品呢 大約應該是喪屍肉眼 我還沒聽過 有一種毒品 會令人變得像喪屍一樣 發出咆哮 然後捏著人吃咬 真可憐 真可憐 雖然這個毒品 不會像遊戲 死亡島 或者生法危機一樣 在街上散播 傳染 感染 但是我相信 如果你平日在街上 看到一些類似行徑的 人 我想你還是要小心為上